根據美國司法部駐舊金山辦公室的報告 他們已經於10月29日 正式起訴了在加州生計企業 基因泰克曾經工作過的4名前華裔員工 理由是涉嫌竊取該公司的製藥技術 提供給臺灣的製藥企業喜康生計 10月29日被告在位於舊金山的 北加州北區聯邦地區法庭出席停前聆訊 案件核心人物 現年66歲的華裔林贊倩在基因泰克 位於南九金山的總部工作長達31年 曾擔任首席科學家 她被控與其丈夫林艾倫 以及前同事陳約翰和詹姆斯郭 共同窃取基因泰克的生物之藥 以及基因泰克母公司 罗氏之藥的暢銷抗癌藥物等技術配方 提供給設在台北新竹的喜康生計生產紡織藥品 根據起訴書 林艾倫、陳約翰和詹姆斯郭 此前均在基因泰克工作 離職後到台灣的喜康生計擔任顧問 而林贊倩在基因泰克工作期間 曾赴台訪問喜康生計 並利用工作的電腦下載機密文件交給林艾倫 當天臨訊時 四名被告都進行無罪辯護並獲得保釋 如果犯罪事實成立 將分別面臨5至10年的刑期 和總計25萬美元的罰款 資料顯示 喜康生計成立於2012年 其控股公司喜康開曼為台北證券交易所上市企業 主要製造和銷售蛋白質藥物 以及研發生物相似藥 在中國大陸武漢設有製藥廠 當前中國癌症多發 彭博社的報導指出 大陸對成本相對低廉的生物紡織藥需求增加 而喜康科技是羅氏之藥和基因泰克的主要生物紡織藥廠之一 新唐記者林秀然 君山報導